再來看到的是這一位大學生了沒的班底唐威 唐威過去其實常常會在社群上放閃 放一些跟老公的合照 然後講一些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不過昨天卻無預警的宣布 她和老公結束了8年的婚姻 讓許多粉絲是感到相當震驚 唐威去年初曾經發文 寫說我跟我老公認識20年了 交往10年結婚7年 從國中同學變成夫妻 如今婚姻來到了第8年 她近期鮮少放閃 社群上也幾乎沒有提到老公 而針對婚姻狀況 她昨天發文證實兩人已經離婚 唐威透露雙方協議離婚 是經過謹慎考慮後所做出的決定 她願呼籲外界 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愛護與支持 也請理解給我們雙方彼此一點空間 之後不會對這件事情多做回覆 再次感謝大家關心 唐威的貼文呢 留言區也湧入大批前大學生了沒班底 幫她加油打氣 好 接下來看到社會的糟點是 新北市新莊一名媽媽 她駕駛了首旅車 途中居然就直接了左轉 但是左轉之後竟然就讓對象的騎士 下車不及 而兩車發生了擦撞 造成女騎士四肢擦錯傷倒地 但是這名媽媽不但沒有馬上下車 而下了車竟然還沒有去關心女騎士 而是讓小孩先下車 整個過程行車記錄器都曝光了 詳細的造勢原因還有待離奇 貴婦開車大迴轉撞倒對象騎士 竟還先開門接孩子下車 這起車禍發生在新北市新莊區 20日上午一名36歲的曾姓女子 駕駛高檔富豪休旅車 載小孩要去上學 途中想先去旁邊的大賣場購物 竟直接在路中央先外切再左轉 對象執行的46歲謝姓女騎士 閃避不及 雙方發生碰撞 謝女倒地不起 私肢插傷 沒想到事故發生之後 曾女還沒有馬上下車 更是先開後門讓小孩下車 而不是先去關心謝女的傷事 整個過程都被後方的行車記錄器拍下 警方貨報到廠依規定實施現場調查 詳細肇事責任帶警方調查釐清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狗仔記者葛思琪今年有在節目中爆料說 指出藝人大小S20年前曾經透過黃姓藝人 取得大麻 搖頭丸等等的毒品 那這讓大小S是怒提告 說他造謠並且求償400萬元 昨天台北地院審結 判葛思琪需要賠償大小S各30萬元 狗仔葛思琪在媒體面前 嚴正否認自己曾說過 藝人大小S姐妹兩吸毒 更反規法律不乏說實話的人 昨天一審卻仍遭判賠大小S60萬 這起事件源自今年6月 知名主持人黃子嬌捲入迷途風波 卻反過來爆料多名藝人的私生活 更指控大小S吸毒嗑藥 而葛思琪隨後更上節目加碼爆料 有要頭告訴他認識大小S姐妹 並將毒品轉手交給另一名黃姓藍藝人 自己手上也有錄音檔 讓大小S欺詐指控葛思琪造謠 更求償精神衛福共400萬元 虽然葛思琪從頭到尾都含冤表示 自己從沒有指名到信說大小S賣毒吸毒 而是他們身邊曾親近的人 包含大S的前夫王曉飛 小S前男友黃子嬌說的 結果卻是身為狗仔的自己被告 更申請傳喚黃子嬌作證 但法官沒有採納 大小S的律師則代替姐妹倆出庭 主張葛思琪的錄音檔 時間 地點 對象都不明 損害大小S的名譽 台北地院昨日審結 葛思琪需賠償大小S各30萬 全案人可上訴 對 我們在看到社會的消息 也就是台北市的中山區移出酒店 今天上午7點傳出了大架的糾紛 而警方獲報道場之後 出動了警力道場控制 並將雙方一共9人帶回警局 出不了解雙方都不認識 一次在酒店內喝完酒藥散場時發生糾紛 進而大打出手 警方到場將雙方控制後 帶回派出所釐清整起糾紛的原因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一名消息 女子18號前往花蓮來體驗飛行傘的時候 因為安全扣環脫落 導致她重墜下方的產業道路重傷不治身亡 而這個業者也接連被踢爆類似的事件 層出不齊 一對夫妻就向東森新媒體ETtoday來投訴 只妻子也遭遇到了扣環鬆脫 墜落樹林的事件 雖然幸運沒有受傷 但是業者的處理態度是非常的消極 只給了兩千元的紅包就想打發 而且還回應說 我們也賠了15萬元的傘啊 飛行傘才剛起飛 女子身上的安全扣環竟馬上脫落 隨後更從10公尺高空中摔身亡 18日在花蓮發生的這起悲劇 讓不少有類似經驗的民眾 紛紛出面踢爆這家飛行傘業者 已經不是第一次出事 從飛行傘高空俯瞰的畫面中可以看到 另一組紅色飛行傘飛得相當低 最後更直接墜落樹林 當事人王楠與李女夫妻倆 會一起事發經過 仍舊相當氣憤 他們指出 今年9月底參加這家業者 舉辦的飛行傘體驗活動 這場教練明明都是坐在學員的後方 但李女出發的時候 教練卻是坐在她的右邊 結果飛不到一分鐘 教練的扣環就鬆脫 兩人就這樣跌落15公尺高空 李女掉花在樹上 驚險瞬間 卻被正在分行的王楠拍照 著急的王楠坐著教練的車 趕去幫忙 卻沒想到開到救援現場之後 教練竟直接離開 趕去接下一組客人 留下王楠和先抵達的老闆 兩人救援 不僅如此 老闆只帶了一條細繩 即粗繩 想要用垂降的方式救下李女 這簡陋又危險的救援方式 讓王楠忍不住傻眼問 是不是找消防隊來比較好 沒想到老闆卻回說 消防隊來也是好幾個小時之後的事情 跟我們做的也一樣 幸好李女僅受輕微擦傷 並無大礙 但最後老闆竟只包了2000元紅包 給夫妻倆 王楠質疑業者不合理 老闆竟還賣藏回應 啊我也陪了15萬飛行傘掛在樹上啊 讓夫妻倆簡直氣詐 痛批業者根本沒有誠意 雖然他們事後傳訊息給業者 並提出不少建議 業者也道歉並說會檢討 但近日卻又發生類似的意外 引發社會嘩然 花蓮飛行傘玩出人命 引發各界關注 而事實上花蓮縣政府 今年8月查核縣內5家業者時 就確認全部都是非法經營 花蓮縣教育處代理處長翁舒敏說明 今年8月體育署協同花蓮縣政府 針對花蓮的5家業者實地查核輔導 確認5家業者都沒有申請許可 都屬於非法經營 但管理辦法沒有相關罰則 難喝止業者私下懶客 郭書銘舉例 5家飛行傘業者當中 有兩家在樹林鄉 他的飛行區域恐怕與線航區重疊 這個情況也是在線府輔導之列 至於10月底有消費者 因為搭乘發生事故的同一家飛行傘而受傷 民眾曾經向教育處投訴 但卻獲得推託支持 郭書銘表示還在了解當中 國道1號南下台中路段19號下午2點多 發生了一輛搜旅車突然切換車道 而導致後方的轎車失控 衝動內側車道和另外兩台車發生了擦撞 而影片曝光之後 這名亂切車的駕駛遭網友批評 實在是太沒水準了 根本是國道鬼似猴 國道1號19日下午2點多發生一起車禍 一台轎車疑似引力輛修旅車 變換車道距離過近 讓轎車駕駛受盡 車輛失控打滑 兩後方兩台車也追撞上 現場兩人受傷 國道警察第三大隊員林芬隊指出 現場總計造成三部救車碰撞 兩人受傷 相信肇事原因及各駕駛人酒車清新 正有持續調查中